哈囉大家好我是ZJ 今天呢我們要集合兩家店家 一起來上訴一下我們這個閃射寶藏EXN 應該還蠻多觀眾覺得就是 奇怪為什麼就是之前已經開過了 這一次又要再開呢 原因就是因為上一次真的是開得太爛了好不好 所以呢這一次我決定就是把我的奇數禮盒給開了 然後除此之外呢 這一盒欸來自澳門的卡牌 感謝我們這個澳門的指示袋桌遊及卡牌專賣店 他們特別贊助的 哇這是遠渡從洋而來的一盒卡欸 感謝我們指示袋的這個老闆好不好 再來是去澳門呢 最後一天呢我們要離開澳門了 那我們的班機是在晚上 他還跟他老婆就是一起開了他們的車 然後載著我們到處跑 真的是超級無敵感謝他的好不好 所以大家如果未來有機會可以去澳門呢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可以去指示袋桌遊及卡牌專賣店 那這一次呢有點像是台澳大戰啦好不好 就是除了這個指示袋桌遊之外啊 這個奇數禮盒感謝我們的元氣滿屋好不好 老朋友了真的是太照了好不好 太強了 所以這一次呢超級期待 看我們這個奇數禮盒可以開到什麼 這個奇數禮盒裡面的內容物喔 其實大家都已經開到爛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在禮盒的部分呢 我們就不用著冒太多 稍微給大家戴過看一下就好了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裡面呢直接就是一張這個奇數的特卡 而且是禁閃的版本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這一次附的這個卡套 非常的好看 那這個卡墊我就不拆了好不好 卡墊就是長那樣啦 那同樣的這個寶可夢的卡盒呢 也比較少做亮面的 所以這一次也是非常的好看 不管怎麼樣我們今天的重點還是在於我們的這個閃射寶藏EX 這兩盒呢是我們元氣滿屋 這一盒呢是我們澳門指示袋 OK 台灣跟澳門之間的這個對決 好不好 哇第一次的跨海對決 元氣滿屋選手 就定位好不好就定位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可以開到哪些卡 來吧 首先第一包 熊尾牙 然後孽凱 嘟嘟力 嘟嘟力開到一張 噢噴火龍耶 噴火龍不錯不錯 電氣發生器也很棒 哎呦 魔幻假面喵 這是我的第幾張啦 這真的是超多的耶 我都已經真的認真可以組一副牌是魔幻假面喵了你知道嗎 太多張了吧 魔幻假面喵 哇 到底要幾張啊 我在阿芬的直播裡面就開到兩張了 武斬將軍 噢奇蹟龍耶 哇 太棒了太棒了 我剛好想要這張 噢我們開到了 吉吉龍的異色 異色 異色 胖可丁耶 胖可丁的異色 哎呦 所以我們基本上現在 四張異色都出來了 對不對 一對數 看小事 那看來是沒有了 我們就直接開了 哇 中了一張裁判耶 哦那這一盒好像還不錯喔 裁判是用得到的耶 哎呦 這一盒有料喔 這一盒有料 元氣滿屋 這一盒呢 我們最主要開到四張異色 大牌的這個EX呢 是魔幻假面喵 然後另外三張的小的異色呢 就是吉吉龍 嘟嘟力跟胖可丁 全部都進化型 全圖人物呢 居然開到了裁判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開我們澳門指示代周遊 及卡牌轉賣店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澳門的選手 到底可以開得怎麼樣 GOGO 好首先 我們的 筆包 mini-Q 翁福耶 哦哎呦 鷹波龍耶 哇一組的是不是 博士連舊 大嘴歐耶 下一張 哦 古勒盾 八部突破 很辣椒 SSR 哇鐵策機 哇 這個 萬事休矣 開在我們的鐵策機身上 希望可以開到皮卡丘的異色 福長將軍 紅紅木 還有飄香臀耶 粉紅色的好可愛喔 最後一包 究竟有沒有機會是神包呢 大一火餓啊 沒機會了 動機龍 那我們就直接開啦 應該不會有什麼 太大的 這個意外啦 開在我們的夢幻身上 好啦 這個就是我們澳門選手 指示代周遊 及卡牌轉賣店開到的結果 首先四張異色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鐵策機EX 另外三張的異色小牌呢 就是我們大嘴喔 翁服 還有飄香臀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澳門選手比賽結束 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 元氣滿屋選手 第二盒的 奇數禮盒 究竟可以開到哪些東西 希望 神包 可以來找我 或者是奇數SAR 或者是噴火龍SAR 隨便這樣都可以啦 拜託拜託 元氣滿屋的老闆很喜歡講拜託拜託 每次看到那邊開盒就來拜託拜託 然後最後什麼都沒有 哈哈 開始在那邊臭臭 好啦沒事啦 搞不好我也一樣啊 第三盒的第一包 熱辣娃 橘刀小兵 索柴林 寶石海星 野池 這一盒怎麼感覺 這一包怎麼感覺 好像有點機會的感覺 這什麼 貪心隸屬 下一張是什麼 啊啊而已 噴火龍啊 下一張 什麼都沒有 好 自己嚇自己 什麼都沒有 太棒了 幾雞龍 雷丘 飄飄球 啊啊 古頂路耶 飄飄球好可愛喔 欸飄飄球超可愛的耶 你看他那個顏色 黃色的樣子 好可愛喔 下一包 飛天螳螂 皮卡丘 皮卡丘拜託來一下 待會兒 迷你Q 青生雪 哎呦 露音哥EX耶 诶露音哥EX我蠻滿意的 因為他是一張 蠻好用的牌耶 很多牌組基本上 都會 去投入到露音哥 呆咳嗽耶 哇 第三張出現了呢 我開了那麼多盒 都還沒有開到皮卡丘耶 倒數第二包 凱希 翁福 岩石壘 老大的指令 拔布吐蕃 哎呦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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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看到嗎 海豚俠耶 海豚俠還不錯啊 喔海豚俠耶 開到海豚俠的AR 我覺得還不錯耶 我覺得這一版的AR 蠻難開的 可以開到海豚俠 我是覺得 算滿意 算滿意 好啦今天的最後一包 三盒裡面的最灰包 好不好 我們就 直接快速的 來給大家看 好 最後一張是這個 超能彥陀的EX 那我們最後的來總結一下 OK 好的各位 我們已經整理得差不多了 那這個就是這一次右邊選手呢 是我們元氣滿屋啦 雖然他的盒比較多 可是 整體來看我們就算單盒單盒來看呢 其實也算是元氣滿屋這邊開的稍微好一點點 然後呢左邊呢就是我們的這個 指示袋澳門的指示袋 來左右及卡牌傳賣店 他們所開到的卡 因為我覺得店家對決這件事情喔 就是其實我個人來講 比較不太敢做 因為我覺得就是 有時候好像開的 哪一家店開的稍微比較不好 好像就會有點 有點 是不是有點 有點小小的抱歉對不對 但其實我要跟大家說 不是店家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好不好 所以 大家不要想太多 基本上我覺得 開卡就是運氣運氣 那這一次呢 右邊選手 我們旅元氣滿屋 是略好一點 略好一點 好啦今天的這個開合呢 大概就是這樣啦 非常感謝元氣滿屋 以及澳門的這個指示袋 桌遊級卡牌傳賣店 他們這一次的 這個贊助啦 很感謝他們 尤其是澳門的指示袋老闆 真的是 開頭就有講過嘛 真的是 非常感謝他們 那未來跟指示袋呢 也許也會有其他 更多不同的合作 大家可以敬請期待一下 希望可以推出 更多不同的 卡牌類型的影片 來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說我的觀眾裡面 有澳門的朋友呢 請記得一定要去指示袋那邊 看一看 那假如說你是台灣人 然後有機會 去澳門旅遊的話 去賭場玩一下的話呢 當然也可以去指示袋的 稍微 逛逛走走 那你只要去那邊 跟老闆講說 你是ZJ的觀眾 OK 我相信他一定會對你特別禮遇啦 那個老闆真的人超級好 超級好 好那一樣呢 最後不免除 還是跟大家說啦 這個包可夢卡牌 2023年年底的最新蛋 閃色寶藏 已經在全台 就正式發售啦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可以去 離你家最近的卡牌 去購買 當然如果你是台灣人的話 千萬要記得到 這個板橋的元氣蠻屋去購買卡牌 他們是這個風水寶地啦 很讚的好不好 讚的 OK OK那今天的影片呢 到這邊就結束啦 如果喜歡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點選小鈴鐺 也歡迎到我的Facebook粉專 按讚 也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G 當然也別忘記到這個澳門 指示袋的 連書粉專 以及元氣蠻屋的 連書粉專 去按讚追蹤 OK 如果未來呢 你想買一些卡牌 然後台灣比較難買的話 澳門的指示袋 也是你的最佳首選 OK 大概就這樣啦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